在昨天结束的国际人类蛋白质组世界大会上 由近南大学张公教授王通教授领衔的广东科学家团队取得突破性成果 他们凭借自主研发的翻译组测序技术 首次发现数千个人体新蛋白 这可能成为人类攻克癌症等疑难疾病的重要突破口 请看报道 众所周知 人体所有的细胞器官组织等都主要是蛋白质构成的 所有疾病症状也都是蛋白质造成的 然而由于前人的经验主义和受到检测条件的限制 一直以来在人的基因组里面只有2%被标注为蛋白质编码基因 剩下的98%被认为是不可能编码蛋白质的 是一些垃圾类非编码基因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剩余的98%里面 存在着数千个隐藏的人类蛋白质 也就是说有数千个蛋白质实际上是人类从未想过 它实际上是存在的 而这次我们采用了新技术新方法 发现了大约有5000个可能存在的新蛋白 并且直接找到了几百个新蛋白的蛋白质证据 而更大的惊喜是 张教授团队最初发现的新蛋白 恰恰是来自肺癌细胞 这些新蛋白在癌细胞里面和在正常细胞里面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非常怀疑这些新蛋白与人类的疾病 尤其是癌症是密切相关的 对这些新的蛋白质的分子的研究 有可能都是一些带有功能性的一些分子 它们可能成为我们总体外各种疾病的新的 要不把点或者是疾病的诊断的标志物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起码为科学界增加了三十千个新的研究对象 这是一个宝库来的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没有不是问题 defe止你 就是没有没有 脑 脑